台湾的老闆 大家辛苦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 民視台湾學長的順序 老闆 你好 我是主持人 台湾學長的副執行長 陳奕琪 過去 我們的節目當中 訪問到 有這麼多不同的行業 創業的這些年輕朋友 今天 我們來訪問到一個年輕人 這位年輕人非常難得 他過去是社工 後來呢 他創辦到一個叫做 生根社會 關懷協會的民間組織 他這個民間組織做理事長 這個組織在做什麼呢 他在做社會工作 一種在我們台灣社會基材裡面 我們通常可能沒看到 視而不見 或者是我們忽略的一群人 就是所謂的社福邊緣戶 他們的故事 做他們的事情 希望說 來讓台灣社會裡面一些 一些比較邊緣社福邊緣 無法享受的社會 福利的主委的家 甚至經濟處境不好的家庭 他們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 跟社會的支持 所以我們很高興 邀請到他的理事長 蕭勳毅來到現場 蕭勳毅 跟大家問一下 是 主持人你好 我們各位老闆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勳毅 高雄市生根社會關懷的社會 你所長 是 蕭勳毅很簡單 他可以說你的職業 其實不是這份工作 不是做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 幫忙社會邊緣戶的工作 就是社會工作 你過去雖然是社工 但現主席的職業 就是來維持 他的經濟生活的職業 他應該是賣場儲據的業務 這算你的正職 但是他花這麼多時間 創辦到這個協會 就是我們這個 生根社會 關懷協會的這個協會 專門在社區裡面 做所謂的社福邊緣戶 所以這個社工 做社福邊緣戶的社工工工 變成你的職業 所以他有通常 他有自分自己的職業 他還有自己的職業 花這麼多時間 加深力在這裡 但是我們小聲的問一下 觀眾朋友可能搞不太清楚 什麼叫做社福邊緣戶 這是什麼意思 我告訴各位老闆來報告 就是 修仙我要感謝就是我們民視 很關心到我們社會工作 以及我們社會議題 來講這個議題的部分 那麼我知道 這個社工的過年當中 大概有10年的時間 你做10年的社工 不管是在我們身心障礙 就是我們過去說的 戰場現在叫做生心障礙 包括輔路 還有社區工作 都來涉獵 那麼其實有看到一個 就是社會救助來 就是我們的邊緣戶 那麼為各位老闆來解釋 什麼叫邊緣戶 就是說我們其實 陳主席說來幫助的 都是低收入戶 還是中低收入戶 對 中低收入戶 所以政府有一些辦法 來幫忙他們 不管是政府 還是民間團隊 都知道 低收入戶這個部分 但是有一個就是我們這個邊緣戶 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出到政府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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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能力的這個部分 對 所以他要做這個家庭到底是不是中低收入戶的家庭 他的收入戶會算這個工作人口 是 所以這個工作人口 他是看他應該是工作人口的部分 不是真的工作人口的部分 我解釋一下就是說 其實我們政府有時候說來幫他 就是說他這個工作人口的部分 就是說他確實是需要工作 可是他不見得能夠工作 是 就是說他可能有身重病 他可能有一些問題 可能有經濟傷的問題 頂頂 他沒辦法去做到這個工作人口 包括老化的問題 中高人可能也沒辦法 很完整的到我們的職場裡面 對 所以說這就沒辦法進到我們這個工作人口裡面 可是我們的政府就是把它列為應該的工作人口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現實上 他可能不是一個環境的工作人口 所以意思就是他沒辦法找一個環境的職業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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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然後用這個東西來計算 是 就是我們現在最低工資的部分來做計算 是 用這樣 這樣當中就有可能因為他的工作人口 但是他雖然是勞動力 工作勞動力 應該是勞動力 但是他現實上 其實是種種的因素 沒辦法去職場上吃頭肉賺錢回來 是 經濟不好 但是因為他工作人口 所以就沒辦法 是 清掉這個報酬 這個意思嗎 是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現場的個案 我看到很多就是他沒辦法去工作 包括剛才說的生病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更生人就是由我們的價格所出來 其實他對於社會接觸的程度不說這麼高 所以他對於我們這個集結的部分有很大的困難 但是他並不是說他沒辦法去做工作 只是說現實是可能沒辦法 他都很快的去進到我們的職場裡面去做工作 是 對 都有一些問題 所以所謂的社福邊緣庫其實做的就是 所以你們這個生根關懷社會 其實處理的就是這個 對 我還要補充就是說 這是其中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家庭人口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 這個家戶所得和家戶財產 講到這個家戶所得和財產的部分 就是說 有些我們的家庭 因為他已經出價了 結出去了 但是因為有些問題 所以他必須要加計的上面 阿公阿嬤 三台媽阿公阿嬤 還有本身他自己的案子本身 還有他的孩子本身 都需要計算到這個 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收入的部分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的收入的 雖然可能你 雖然是親屬 對 但是其實也沒有什麼 服養 現實上的那個 服養關係 但是他有收入 他的家庭在你裡面 對 我剛才說就是 像案子 他就 去申請我們的家庭 或是中家庭 的時候 他說沒辦法過是怎樣 因為他有差勁說 他的爸爸或媽媽 有家 有車 有財產 但是這個媽媽祖 他出席的時候 金文章不要跟他家庭 載到已經離婚 已經離開了 可是那個本來就是 其實有概念沒有關係 是 金文章不要看過他老婆老婆 但是財產必須要送他 所以他就沒辦法 去申請到這個主婚就對了 是 OK 我們這個辦法 其實非常堅固 很僵固 很愚蠢 是 怎麼會是這樣呢 我們就沒想說 因為這樣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人 其實現實上 他就說 現實上有需要 但是他接不到我們的政府 這個幫忙的時候 他要怎麼處理 對 因為我們社會區做法 裡面就是要定定一些標準 這個在我們社工裡面 叫做這個標準性的需求 是 一定要有改定一些 不管是說收集 人口 或是一些問題 改定 他沒辦法全部都接著 所以他才有 這個標準的部分 他沒辦法把所有問題 都包括在身上嘛 既然說 我們這個政府沒辦法 成長的部分 就是 我們社會有很多民間團體 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這裡 對於我們社會議題 有心的朋友 他就會選擇 他要關心關注的議題 不管是身心障礙也好 不管是社會救助邊緣戶 是 貧窮低收入戶 扶路頂頂 他就找他自己 有幸福的問題 來做這個沉浸這樣 所以你就選擇 這個所謂的社福邊緣戶 這個工作下去做 你們主要的工作 主要是什麼 還是說他們當中的困境 主要是什麼 是 大部分就是他們當中 一些就是 剛才說的 因為他沒辦法 立即的救入職場 裡面 是 所以我們就給他一些 補助 包括醫療的補助 因為可能生重病 有一些突發的事件 他的醫療費用 沒辦法償 因為他本身並沒有保險 是啊 那麼這些負擔費用 可能可能喬出到 我們憲法有這個負擔 自費負擔的部分 沒辦法去付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個 醫療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 激燃的部分 激燃的部分 包括到說 可能突出一些 我們的 財產 包括是人 豐災 地盪 其他 突發事變 是 是 那些有恰和頂頂的一些 激燃的部分 那麼我們 我們憑股經過需要做我們的補助 另外這個部分 就是做生活的輔助 就是他必須要 一段時間讓他站起來 可能要三五月 還是半年 甚至一年的時間 讓他一個時間康復 他必須要學肩 所以我們在 昨天 我就有一個個案 他就是因為他的手 被回到 所以他沒辦法上班 無法做工作 所以家庭的經濟需要 microphone 中斷了 中斷了他就沒收到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協助他 所以我們就先讓他三個月的補助 讓他有機會在這個時間 他的處罪不會在到問題 使用關注 可以在到安全的部分 康復 安心之後 真的康復之後 可以進去職場 再站起來 那俊宇 我也很好奇 你的資源怎麼來 因為政府他沒辦法提供這一塊的話 你們的資源 你是民間團體 那你們這些資源是怎麼取得 我想很多民間團體 基金會 協會也好 很大一塊都是靠我們 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是我們政府的補助 人數費用的補助 還有方案的補助 這是很大的一塊 在我們聖根社會公關的社會裡面 目前我們並沒有接受委託案 我們都是因為會員 就是我身處親民所有 會員朋友 我們每個月 或是每年所繳的費用 因為他們關心 關心這個議題 所以會來參與 第幾個部分就是關款 他們關心這個議題 對社會關款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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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發起專案 專案大家的募捐 會內的募捐 來做這個部分 是 是 是 所以其實都是靠一群 算是有心的這些人 我們用自己的民間主委 可能我們這群人 大家種種的來幫忙 在你的處理當中 因為你本身過去也做過社工 對 所以當中你看到這個情形到很普遍的 就是所謂的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有沒有很普遍存在 所謂的社福邊緣戶 是 這個社福邊緣戶 其實是一個很普遍性的問題 但是因為他沒有好處 所以我們很多團體比較沒有解決 對啊 你剛才說他沒有好處 我也想想一件事 因為如果你是中低收入戶 那小的局 他都知道 都差有 理長也知道 但是一般人怎麼會知道 他的處境不好 可能也有時候礙於面子 或什麼樣 其實他也不會主動說 你們怎麼會發現這些個案 對 所以我們就是靠我們的 我們合作這個 不管是團體也好 區公所也好 也就是說我們的理長 學校也好 也就是說 他就像我們社會補助的部份 沒辦法處理的補助 他就把我們這些的內容 就知道他有需要 但是他政府的這個 這個體系的政策之下 其實他沒辦法得到 應該這個照顧到需要的時候 他就幫你們趴上來這裡 是是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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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心 做這些工作對不對 你在那個當中對不對 但是社會救助 就是說我們 因為你算特別的 要很關懷的這些浴室 要有需要的人 但是這些東西 像你們這樣的話 你敢有想說 敢有體制性的制度性的 來解決他們的痛苦的可能呢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就是 可能的我們就是 透過我們的個案的服務 那麼收集一些 可以改善的問題 那麼其實我覺得說 在這個從政人員上面 他們其實有很大的能力 不管是跟我們官方 像民意代表 或是民意代表 好 像這次我們在一月份 我們有做到這個 邊緣戶的這個發放 是 這個部分像 我會記得我們 做南区的一位候選人 那麼 這個新漢 他就有參與到我們的協會 這個工種 是 他親身來發放 那麼我就跟他談到說 這個制度民的問題 到底在我們這個 不管是議會 或者是我們中央 要怎麼改善 是 還有我們會談到說 我們這些個案 在我們主體的問題 社會主宅 社會主體的問題 我們可以怎麼來增進 怎麼來改善他們主體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說 就是說 國會過的當中 經過這樣的收集之後 那民意代表 如果真有心 其實可以經過這些議題 那麼做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改變這樣 是 那個當中 我也有好記 就是說 在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制度民的這個問題 其實有很多東西 就是說 尤其 這個所謂的社會的 比較基層的這一群人 他們的處境 其實 他們遇到的問題 有時候 包括 因為你知道 在社會的排除的過程裡面 OK 你要再鼓勵他們 找頭髮也沒那麼簡單 甚至 因為包括貧窮都會世襲 他可能來自於他的家庭 現在的處境 可能是原生家庭 可能也不太好 狀況也不太好 所以 類似這些東西 有辦法 就是說 鼓勵他們重新融入社會 或者說 在社會裡面 他直接來說 找一個好的頭髮 會有那麼容易 你們覺得你們 最大的困難是哪裡 其實剛才我們主持人 說的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 像這個貧窮世襲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要翻轉 改變到我們一直 貧窮世襲的問題 是 所以我們 除了我們自己協會 像我們在高雄市 我們就有這個 社會福利的一個團體 至善團體的一個聯盟 的一個總會或協會這樣子 是 那麼我們這些好朋友 大家就會做回來 做這些問題 包括就是說 除了他的社會救助 是 另外就是說 有一些我們的 國中 國中 大學這些小孩 我們就是 必須要讓他們 有好的教育 所以我們在教育過程中 就會 讓他們有這個 學費的補助 那麼讓他們 沒有後顧之憂 甚至會讓他們 有一些觀念上的改變 那麼 就是讓他能夠 深入其中之後 讓他自己的心 可以繼續站起來 因為我們的小孩 然後教育都翻轉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 剛才你說的 其實我們民間社會裡面 某個程度說 雖然台灣這幾年 經濟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有啦 今年出現問這件 聽說經濟的成長率2.8多 有較成長 比我還要求的時候 較好很多 但問題是說 這個經濟的處境當中 台灣其實也不能喝到專性的 但是雖然是這樣的情形 其實民間的主委 我認為也很豐沛 譬如說傳統的民間主委 廟仔啦 還是說主席的這些大團體 他們沒有 你們能夠把這些團體去計較 因為他們那些主委 其實某個程度其實是很充沛 或許他們也可以引導過來 做一個很好的 對這一群所謂的 社福邊緣戶 很好的支撐 是 所以我們 像現在我們就是跟 高雄市的社福團體聯合會 我們算是一個聯盟的部分 是 那麼很多主席團體 對高雄市 我們這些邊緣會的部分 來做精合 整合性的工作 因為剛才說到 我們廟的主委 頂點都很有主委 是啊 我看不關火的很多 但是可能大家都要做自己想要做那塊 這不對不對 就是他們想要做那塊 但是這就變成沒有精合到 ok 因為我們看到現場的狀況就是 譬如說 我們老大人在中央節 在噴麵皮 噴米的時候 你這個火 噴一包 我這個火噴一包 那個火噴一包 可能他們的 就拿滾六包 滾六包 滾六包 糕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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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 我們團體聯合會 我們就做會來做精合 那麼跟區公所做會來做合作 在每年都 我們都會經過跟區公所的 協商和協調之後 那麼做一個整理 就是兵員戶的部分 而且低收入戶四類的部分 就是沒有這個經濟補助的部分 我們就做精合 精合之後每一個區做人用 這個區是對一個月 這個區是對一個月 我們就不會做重複新的問題 是是是 所以你們其實怎麼會做精合的這個工作 希望說 主管可以最好有效率的運用 對 OK 能夠落實到真的需要的人的身上 沒有所謂的一個人 拿九顆粒 其實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OK 像律師傅這個東西 因為這麼多 其實台灣真的有愛心的人 還是有慈善心的人 其實都還蠻多的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或許台灣政府目前 像剛才我們在節目 要像節目之前 剛才順利也說 台灣政府或許財政上 你要完全的照顧 放寬他的標準 可能他有財政的考慮 是 所以如果可以引導民間的資源 來幫忙這一群 其實他們有需要 但是社會制度 就目前的制度 跟政策照顧不到這群人 其實是很重要的 是 在那個當中 你有看到你們 我們先說你們接受的個案 當中有什麼樣的故事 你會跟他印象比較深刻 還是 我記得我頭一個個案 就是我創辦 你頭一個個案 就是一個 葫蘆一個阿姨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可能比較少 對阿 很少人找柴子 所以他覺得不太不可思議 那麼他在關心的過程中 他也不太願意講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家庭 可能都有他的自尊心 是啊 頂頂 但是我們就是把這個主員拋給他 所以我們這個好朋友 就跟他說 有這個主員 是不是管他 來跟我們做技術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好朋友 就跟他的聯絡方式 我就透過這樣 去跟他做一個關心 是 那麼去到處理的部分 其實他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他現在就是一個 邊緣婦的問題 就是我頭一個個案 他一個阿姨 算是已經 六、六十歲了 但是他的先生 已經七十幾歲了心臟病 也沒有收入都在臉上 所以也有依賴匯用 那麼他的女兒 他的女兒就是有 精神上的毛病 所以我也沒辦法集結 那麼還有兩個孩子 在託生 這兩個孩子 其中可是身心障礙 所以是一個很複雜 多重性的問題 都靠這個阿姨在上班 在祖祖山的部門 在上班 結果沒辦法 他就是在工作的困難中 有一個湯 就在擲桌 出桌 整個湯就在臉上 沒辦法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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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去上班 所以經濟就出現了問題 所以我們就這樣 在幫他 直接跟他關心 那麼其實 我們這些好朋友 都很可愛 那麼我們的關心 對南中 他們都會覺得說 尤其是我們老一輩 我們拿社會主委 很好 是 其實台灣人是很善良 是很善良 很可愛 所以他也不覺得說 應該要拿社會的資源 但是我們就跟你說 今天因為我們有靈力 我們大家可以做火 來幫你收金 是 當你有法度的時候 站起來 或是我們可以跟孩子說 未來有一天 我們站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份心 還團出去 是 這樣我們社會才會變好 是 是 是 所以你說這個給我 真的很感動 你說台灣其實有心的人 對 要讓我們社會的人 其實很多 是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這些心 真的讓我們的家人變得好 真的我覺得很重要 對 還有你說到這個東西 我也覺得你剛才做這個工作 我聽起來 你應該就是社工 是 但是你又是志工 對啊 這社工跟志工 你是用志工的身分 這社工的工作 對 對啊 你應該會收拾 不然就是 因為過去有受過專業的訓練 包括在這個行業裡面 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說 不然這個 所做的工作 我可以用我過去的 所惡的專業 是 其實大家是我的 這個事業 也是我的榮幸的一部分 所以不覺得到辛苦的部分 那麼也是說 因為這樣要帶領的部分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會來關心 所以說希望讓人夠讓整個社工 社會更好 對 是啊 沒有啦 你這些聲音一定要出去 是 而且你所遇到的故事 我相信你這個當中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個愛的故事 真的是 讓人很心痛 我認為應該 很多這個故事 要用很多這個需要幫忙的人 但是在社會裡面 因為可能沒有人去聽到他們的聲音 對 沒有人去了解到他們的這個需要 對 他們就要獨自承受 對 我也覺得 那都很心痛 我會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故事部 因為剛才有說到這個愛的部分 另外就是說 我是怎麼要創辦這個社會 是 因為我 103年 我有參選 2014年 對 參選在我們地方的理想 但是真的是 沒辦法來擔任這個工作 但是在選了的時候 我是說 我還可以為我們社會來做什麼 是 是 所以在下年 就是我 就創辦了這個社會 那麼 創辦這個社會 剛才說 想要做一些事情 就是說 有一個個案 就是 她是一個 妻子 是 是 單親媽媽 是 她本身還有學癌 她就學癌之後 帶兩個孩子 帶兩個孩子在生活 但是她 孩子基本就沒辦法上班 是啊 學癌耶 孩子在吃心也有問題 所以連吃 連吃都有問題 她有家庭 我想說家庭的家庭 就是原生家庭 她有凹凹處 但是因為凹凹處 我們 凹凹處也要算進去 是 我們先不要說到 算凹凹處的問題 就是說 很多這個 單親的部分 他們很辛苦是怎樣 因為 我們很傳統就是說 重男輕女 現在現在還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剛才說的這個個案 就是 家庭真重男輕女 因為他們家裡有 經濟有房子 有三棟房子 要賣這些錢 是 但是因為爸爸媽媽 要給錢 老兒子 這個出嫁的女兒 沒有辦法得到 任何的 原生家庭的幫忙 對 不然就是這個幫忙 但是她在申請的部分 我們的社會教 或是我們的政府 都會說 你們家啊 你們爸爸媽媽有家啊 有車有家 還有住宛啊 你們怎麼還需要幫忙 其實她就拿不到 是 所以這個部分 就給她說 我可以怎麼打招 所以我就開始幫她 遭總 庫公審 社會教頂頂 結果所提到的答案就是 她不夠窮 因為這個制度面的問題 她沒辦法 她這個島上 她沒辦法 對 對 所以我就想說 要怎麼來幫她倒三天 結果我等一下想說 要幫她倒三天的 這個 兩禮拜後 她因為她的生病 發作就 過世了 往生了 這個部分 給我感受很深 所以我就想說 要怎麼 就這個我們邊緣府的問題 來做一個打招 她的小朋友呢 小朋友後來就是 媽媽過世後 就是她的兄弟姊妹 走去做的生活 是 是 哇 這些故事都 讓人很心痛 是 聽到你說的 我心痛 剛才你說的 我剛剛有一份 心情趣味 就是說 因為 你有選過理長 對 我通常 沒有什麼高雷 少年級去選理長 因為理長 我一直認為 他是我們的行政 社會 政府的行政 最末端 他做很多 包括 不管是老人 甚至他還要有 家庭糾紛 要去跟人 所以你沒有一些社會經驗 沒有一些資歷 你 要年輕人做這個 我認為比較不好 是 年輕人要做打招的事情 對 所以我比較沒有高雷人選理長 但是 你那個當中對不對 對 我覺得你適合來選理長 甚至你為 因為你在做這些工作 對不對 你可以為這個當中 選理長 裡面 你人民可以在地區 你的社區上面 繼續服務之外 其實你可以從你 做到這些東西 歡迎到我們的政府 體制裡面 看要做一種 制度性的改善 不然這樣 我真的覺得 其實有很多人 到現主席 我們節目的進行當中 可能有很多人 有需要的人 他其實接不到幫助 對 是 所以你是不是 考慮一下 我是跟你鼓勵說 考慮一下 繼續說可以 真的繼續打招 因為你可以在你的力當中 如果你可以用你的力 來做一個示範點 像這些社會社會 社福邊緣戶的這些問題 做成一種普遍性 這樣做歡迎的時候 或許我們可以來共同 來推薦到 我們的政策改善 讓我們的政策真的是去 落實到 經過有需要的人的 政府上面 對 我覺得是這樣 對 對 我們像幾分鐘的時間 你們想對你們協會 是你們所做的工作 你可以做一些選團 因為我覺得 你這個東西真的是 對社會太需要了 是 尤其那些人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是 很感謝我們這次 有這樣的機會 來做選團 那麼 因為我們在 公益券目條例裡面 有說到 我們沒辦法做公開的 一個募款或是券目 是 所以說 如果想要關心 我們這個議題 包括這個低收邊緣府的保分 或是想要關心我們這個協會 可以上這個臉書 那麼搜尋就是 深耕社會關懷協會 高雄市深耕社會關懷協會 是 那麼就可以看到我們 現主席的一些狀況 包括我們的個案 我們都有做這個 公開的揭露 包括看到說 我們的接受官款 是 我們一筆官款 我們都有做一個公開的揭露 是 那麼都可以上網去做一個 查看 那麼底下也有 透過一些方法可以來支持 支持我們協會來做這樣 對 那麼另外就是要合約 就是我們這個媒體的好朋友 就是說 對於我們這個社會的 這個公開團體 一些報道的部分 希望說 有機會可以多做一些關注 因為我們真的很需要 像我們今天民視這樣 跟我們這個社會工作 還是社會議題做一些關注 因為我們現在現主席 就是沒辦法去做很 很好的一個宣導跟關注 所以變成資訊不太完整的揭露 外面也不太清楚 外面也不太清楚 是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我們這個社福團體 像你們這個社福團體 而且是自發性的社福團體 那是因為信義自己有心 不然我們其實完全不知道 你們打拼在做這個 還有就是說 我覺得有另外一個方便 就是 或許以後 我們可以做一些社會資源的 一些整合 當然有觀眾朋友知道說 我們其實台灣紀元武漢 充沛民間的主管 我們是不是應該應得到 跟真的對社會有幫助的 這些團體 他真的一山地工作的這些團體 我是覺得應該這樣 就是說 做這個應得的 其實會逼我們去管 某一個程度 我管管像生天 不要這樣想 讓我們的縣市變成生天 西方極樂世界我覺得 這個東西還可能比較重要 是 讓我們的縣市的每一個人 都活得 能夠幸福快樂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比較重要 是 所以或許 你們有什麼 例如剛才說的 社福團體的整合的這個部分 有沒有遇到一些問題 或怎麼樣 我們這些 可能跟你們不一樣 領域的人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幫忙 或怎麼樣 或促成 有沒有類似這些 需要幫忙 你也可以提出一些呼籲 是 我相信目前就是透過認識來 因為你必須要認識這個組織 在做什麼樣的工作 嗯 這有辦法勝利其進 那麼 大家就會來探討 來打拚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希望透過這樣有興趣的 可以來參與 不管是觀看也好 或是說我們親心來做技工 是 參與到我們家庭的方式 補助頂頂 那麼了解到 這個問題之後 讓我們做會來做打拚這樣 那麼其實我們協會 很希望說 不管是這些 住人工作者 或是說收層的人 都可以有機會 做會來為社會來打拚 是 讓我們台灣的基站 讓我們台灣的社會 有更加一分的 關懷的能力 讓我們台灣的正向 更好的發展這樣子 是 所以最後跟你說一下 是 在這裏之外 如果那個個案 不是你們社會的貨物 是 現在是高雄市 高雄市的 我們都能夠服務得到 外觀期 我們就透過一些 友好的團體來做轉介 OK 所以 不是只有 因為你是男子 我看你們那個 回收是男子 所以不只是高雄的 人家的貨物 你們社會的貨物 是我們全高雄市的貨物 所以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的生活周遭裡面 有需要 類似這個社福邊緣 護衛家的朋友的位 在高雄市的位 或許 我們可以來 釋釋這個團體 或許也可以 轉介到這個團體 是 讓訓譽他們 可以來做一些 講返 也讓我們社會 變得更好 那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以繼續 下星期晚上 繼續收看我們的 陶芸 立法 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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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芸